娱乐至死,金钱至上,一日一更的圈美又来了 同样是经由爸爸去哪被观众熟知的新二代 黄多多的观众员就差了很多 颇有几分黑红体质 这波刚在社交平台晒出自己自导自演的英文视频 就再次招来许多负面评价 视频中黄多多变身为阿甘正传 低俗小说中的人物 在连续切换的场景中 讲述想要竞选电影社社长的原因 展现自己的应变能力 相貌漂亮,造型多变,英文流利 按说怎么都是别人家的孩子 但评论区内却不怎么和谐 除了最高赞的开始营销了 黄多多的神态,土字,以及长相和演技 几乎被吐槽了个遍 而某位吃瓜网友对黄多多 腥风血雨,流量花体质的感叹 也引来大量点赞 那么黄多多为啥这么不讨喜 2006年2月 结婚近两年的黄磊和孙丽 迎来了他们的爱情结晶 带着多福多受的期望和祝福 他们用多多来做女儿的辱名 黄多多首次跟着父母出镜 是五岁时参与录制 鲁迅有约 此后再出现公众视野中 就是2014年的霸脑2 在一群奶乎乎的小豆丁中 十年八岁的黄多多 成了节目中最大的孩子 多数时候 他也是以董事大姐姐的形象出镜 齐刘海大眼睛 长相乖巧甜美的黄多多 最初圈了一些观众好感 但好似就在一夜之间 就成了做啥都被骂 曾经的乖巧懂事变成了妆 能用流利的英文交流变成了炫耀 采访中遇到不想回答的问题 生气被指没礼貌 尤其是那句 他偷拿人家的钱了之后 就更成了众矢之地 不但某知名社区网站 盖起了万层黑楼 铺天盖地而来骂他心机重 小小年纪就这么坏 会英文就显摆 等不堪入耳的声音 还被刷滚出爸爸去哪 一个八岁的孩子 承受了太多的恶意和不满 但对于黄多多来说 这一切都只是刚开始 很多女孩子 小时候都做过偷穿大人衣服 悄悄用妈妈化妆品的事 把自己打扮成小大人 得意洋洋地照镜子 但黄多多不可以 九岁时 黄多多去打了耳洞 孙力晒出 为女儿的勇气点赞 招来不少非议 之后多多偷用妈妈的化妆品 被抓包 孙力把照片抛上网后 又引来许多负面声音 有了耳洞的黄多多 用曲别针 给自己做了一个流速耳环 拍照时 一副鬼马得意的小表情 可不少网友觉得 他爱美过度了 连在家里做手工 有网友关注的 也是黄多多手上的戒指 明知道他才12岁 还要留言问 是结婚了吗 不过黄多多真正被全网巢 还要从连续染发开始 2019年5月 孙力晒出女儿染了 鲜鱼籽发色的照片 照片中的黄多多 身穿淡紫色T恤 歪着头面对镜头 看着非常温柔田径 没过多久 黄多多又顶着一头黄发 出现在妈妈的镜头里 刚过去20来天 他再次解锁了蓝黑色 短期内连续晃了 三种发色的黄多多 就此陷入言论漩涡 成了不少人眼中的不良少女 还引发了网友对黄磊 孙力教育方式的热议 到后来 批判黄多多的装扮风格 好似成了一种网络惯例 他晒出自己做的布朗尼蛋糕 网友关注的是衣领太低 跟孙力同出框时 跟妈妈几乎持平的身高非常强劲 网友关注的是装扮成熟不少女 穿衬衣出行被拍到 手上层层叠叠的手串 被潮太夸张 自制戒指拍照分享 又被因为耳朵上那副 近三万元的耳钉被指太奢侈 而相似的事情 由李嫣做出来时 就会被赞好友feel 好撒好个性 连李嫣化身美妆博主 分享时尚美妆知识 网友们也很是包容 称其为李老师 还有曾经的线上音乐会首秀 同样是参与表演 黄多多 背酸 真的要出道了吧 对诺依和森叠他们 都是期待满满 这待遇相差的有点过于悬殊了 在这样的印象积累中 黄多多承受的恶意也在升级 在某一论坛上 突然掀起了一个 关于黄磊女儿被学校开除 是真的吗 这样一则帖子 原来 该网友在网上看到一组图片 就是关于造谣黄多多 有位自称是知情人士透露 黄磊女儿因为在学校图书馆 与人发生关系 被偷拍到 就遭学校开除 而且黄磊还因此报受了十斤 整个假图的聊天记录 显示有鼻子有眼 但就是不见最有证明 是黄多多的照片 全程只有聊天记录 正常爆料内容都是图文并茂 而他自己只有文字 事情不断发酵 演变越强烈 事情从一个社交平台 到另一个社交平台 有一博主转发相关黄瑶 并称 我朋友是他的校友 去年的事不止一次 这么大言不惭 敢说为何不敢承认 得知黄磊已报警后 便立刻把该转发删除 各大平台一直在疯传 一大波网友 涌入黄磊官微留言 一部分是真心关心黄多多 另一部分 则是混水摸鱼看热闹 闲事不够大的网友 好心网友则让黄磊报警 心怀不轨者则落井下石 扒开黄磊之前的言论 黄磊在一次采访中 被问及早恋的态度 黄磊强调 孩子对异性有好感是正常 如果自己15岁的女儿 谈恋爱了 他觉得正常 不算早恋 黄磊还特别重点强调了 男孩女孩一起玩是好事 但是不要那么早的 过去尝试性 如果真的要尝试 那么要保护好自己 注意安全 黄磊不曾想过 自己早前一番言论 居然被拿来讨伐女儿 这是黄磊孙丽夫妇 不敢想象的后续 不过话说回来 黄多多之所以成为 现在的朝黑体制 不仅仅是因为 他跟同龄人 画风迥异的装扮风格 黄磊两口子也是推手 一句话 营销过渡 虽然黄多多 没有开设个人社交账号 但他在父母社交平台上的出镜率 真不是一般的高 而且始终都透着 为出道做铺垫的异味 黄磊夸多多看巡演记下所有台词 还透露他将来准备做演员 肯定女儿的穿衣风格 称孩子一定要有自己的个性 妈妈孙丽更夸张 简直有种朋友圈晒娃的感觉 换着角度变着花样的赞 连ID都是女儿的名字 多多弹钢琴要晒 多多做面包要晒 多多做手工要晒 多多每个造型要晒 连多多穿件清凉健身的样子 也要晒 至于跟其他艺人合作出镜 那就更是不能落下 其次唐人的负责人录制宣传视频 曾是唐人一姐的孙丽 就把女儿带到了现场 意料之中被朝出道意图很明显了 这样的频繁操作 自然会有强推之险 以致招来大众的反感 此外黄磊和孙丽的公众形象 近两年大不如从前 曾经的黄磊清俊斯文 能唱慧眼 就算后来发福变了模样 有好丈夫和黄小厨的双重滤镜加持 也还是能博人好感 但当他演戏一成不变 在节目中太爱说教后 就被划入了油腻中年男的队列 孙丽原本就因为婚后淡出演艺圈再无作品 靠着各类家庭营销赚人气 而形象瘦死 跳舞山平事件后 更是被朝玻璃心 而网友们对于夫妻俩的不喜 不可避免投射在其女儿身上 所以每次上热搜 都被骂的黄多多 除了打扮早熟点外 又做错了什么呢 现在这也不行 那也不行 实在让人有点心疼 希望键盘侠们保留基本的人性 不要把矛头对准孩子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如果喜欢圈妹的视频 就请多多订阅和关注哦